一般你拿什么样的名牌包 谁会管你说几万块几万块 到底是几十万 但是重点是 没有人一直强调说 我是什么庶民市长 庶民总统 那因为网友很关心的是说 这个到底呢 是比方说多少的矿泉水 或是多少的乳酪饭 我有帮他算一下 这个包包呢是 十四万六千块钱的包包 官网的定价 那我如果以一碗 四十块的滷肉饭来算 它会这个是 三千五百碗 一天我就照三档 都是吃滷肉饭的可以吃 一千一百六十六天 你知道可以吃多久吗 大概三年吧 可以吃三年之久 哇这个叫做庶民 韩国韩市长 他们夫妻两个 既然是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我不会怪他 因为这是李嘉芬的日常生活 女孩子拿一个包包很正常 他们的家世背景 用这个我也不会觉得过分 因为他爸爸是有钱人 很有钱 做杀死的 你跟我讲他是穷人 我绝对不相信 但是你总是要包装一下 就是旁边的幕僚 没有替他注意 让他拿那个LV出来 你至少要露脸的时候 你换一个普通一点的吧 你选举的时候 你不要拿出来 选举的时候你也稍微买一下 你不要那么自然好不好 这个选举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做 你没有选举的时候 有人会盯着看你的鞋子长什么样子 幕僚看来很自然就是幕僚也很习惯嘛 那你就会跟你的庶民产生距离感 那么讲我在看韩国瑜 韩市长这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我们一路从他的南港房子 然后他的Jagga车子 其实从后到尾 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他从后到尾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夫妻跟幕僚之间的危机处理 就你连这个都不想遮掩一下嘛 我就很自然的给你看到嘛 我觉得穷并不可耻 但是装穷就很可耻 有钱也不是罪恶 可是有钱还装穷就是不可原谅 李嘉芬说他们家小时候很穷 请问李嘉芬女士 你们家什么时候穷过 李嘉芬的爸爸叫李日贵 他有一个细节叫李日新 他应该是罪了 他们当初是他们爸爸这件的分家散的时候 李日新光是现金就分到大概三到四亿 在差不多二三十年前 当时李日新觉得说 大爷你分得多我给他去乎 所以后来跟他哥哥李日贵之间 就一直都不对盘嘛 那如果在二三十年前 分家就可以分到三四亿的台币 大家觉得这个叫穷吗 那我都很怀疑我从小是怎么长大的 我不是都吃糟糕的 所以不要装穷 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假道学道说 你有钱就一定要装穷 你不能享受 不是人又靠自己的努力赚到钱 用较好的吃较好的 这个盖镜雄啊 可以享受啊 要不然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可是你今天的态度就是说 你不要一直在骗大家说 你很穷 然后你是庶民 你叫苦民所苦 请问用一咖将近十五万的包包的人 会叫做苦民所苦吗 我不觉得这个 这种叫苦民所苦的心态 而且今天很离谱的是说 当你的形象破灭之后 你还去硬拗 说这个庶民讲的是心态 不是讲我很穷 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不穷 那问题是 你有没有庶民的心态 这个就很难查证了嘛 这是自由心证 我们无法去查证嘛 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不在 重点不在那个包包 重点在什么 重点是你去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这种跟基层百姓站在一起那个形象 从豪宅到沙石到这个十几万的包包 其实毁掉了 其实平常心讲 以韩国瑜夫妇他们最新的财产申报的资料 不要讲十五万的包包啦 五十万他也用得去啦 因为他们两夫妻现金存款就好几千万 用得起绝对没问题 大胆的用也没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被拿出来讨论 韩国瑜阵营一定想要 那三立一定是三立 黑韩集团 可是我提醒大家 当一个总统候选人的太太 如果她被讨论的是 他们家以前做过什么事 然后她用多少钱的包包 她穿什么样的名牌的衣服 或者说她的 其他用的一些比较 可能比较奢侈的开什么样的车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在你们身上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讨论了 就没有其他更值得讨论的 就比如说这个政策啊 或是说这位夫人 怎么样可以帮她的先生加分啊等等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讨论了 所以只能讨论这个 这个才是韩国瑜阵营最大的危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